揭秘名史第一谜团 建文帝是如何神秘失踪的 究竟是自焚而死 还是逃亡海外了 据说 郑和七次下西洋 都是为了寻找他 那为啥没有找到呢 关于朱允文的死 史上有三种说法 那么哪一种更具有说服力呢 今天史先生就来和大家聊聊 建文帝生死之谜 作为历史上结局最神秘的皇帝 建文帝呢 一直被世人津津乐道 引发后世无数的遐想与揣测 一谈到朱允文就被人诟病 一手好牌打得稀烂 朱元璋从最初的乞丐白手起家 花了16年才建立了明朝 并且 在朱元璋逝世前 他还为朱允文扫除朝中各个障碍 将一手打拼的大明江山 交到孙子朱允文的手中 而朱允文在治理朝政时 曾经下令削藩制度 不仅削到自己皇陪不保 甚至最后想要做平民百姓的想法 都是奢侈 他真的这么没有帝王才能吗 但是啊 历史上的朱允文 其实是一位好皇帝 生在帝王家 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任凭谁当皇帝 身处他当时的位置 都会第一想法是削藩 而面对朱棣这样既有野心 又有才能的叔叔 大部分都得败在这场战役中 朱允文呢 是明代的第二位皇帝 是太子朱镖的儿子 他自幼聪慧好学 又十分孝顺善良 在太子朱镖生病之际 朱允文时常寸步不离地照顾父亲 父亲逝世后 朱允文被奉为皇太孙 朱元昌亲自带他处理朝政 将他作为皇帝来培养 朱允文继位后 不仅修改了残酷的御型 还减免了赋税 又种农丧兴学业 大量招收贤财之人 朱元昌残暴凶残 十分喜爱杀人 但是呢 他却重视亲情 将自己的九位儿子 分封为藩王 封为九大赛王 领兵驻守边疆 一来让他们手中握点石权 二来远离皇权争斗 藩王拥兵镇守边疆 边疆不再战乱 但是 藩王久而久之 兵权过重 朝廷却无法压制藩王势力 因此 早在朱元昌即位时 就已经有想法实行削藩 朱允文继位后 在大臣皇子成的建议下 开始实行削藩制度 从最弱的势力诸素着手 而作为藩王势力最大的朱棣 也在削藩制度的实行中 开始为造反 做足充分的准备 其他八大藩王被削后 削到势力最大的藩王朱棣时 他适施抗命 他打着清军策的旗号 发动了静难之意 展开了一场历史上 叔父之间的权力争夺战 朱棣也一直对朱元璋将皇位 传承给孙子朱允文心生不满 原本朱允文即位时 在朝中政权与地位都很稳固 但是他贸然实行削藩 各大藩王心生不满 引得边疆战乱 也进一步打开了朱棣被压制的野心 朱棣夺取皇位后 自处寻找朱允文下落 到底是希望他活着还是死了呢 朱棣亲信在朝廷中 为朱棣通风报信 他的军队也顺利进军 攻占北平等多处领域 朱棣的军事才能 成功将烈士的军队人数 转为了优势 十分顺利地逆转了战局 最后 凭借着精锐的部队 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他领兵进攻皇宫 夺取皇位 最终朱允文也在此次战役中 下落不明 朱棣占领南京称帝 顺利登基皇位 随后 明成祖又迁都北平 改北平为北京 成为了明代的第三位皇帝 明成祖 静难之意是历史上影响非常大的战乱 这场战争改变了明朝的朝政 也在朱棣的统领下 实现了国泰民安的繁荣景象 史称永乐盛世 永乐盛世长达22年之久 永乐年间 国家疆土领域面积达到了1000万平方公里 注重农业工业的发展 在外交上 他设立朝贡制度 开启丝绸之路 开放国门 赞成各国文化交流 永乐盛世乃 是历史上非常活跃的时代 也为后来经商业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虽然明朝在朱棣的统治下 成为了一大盛世 但是他始终背负着篡位夺权的骂名 朱棣也很难逃脱这个阴影 朱棣并不想逼死朱允文 只要朱允文能够让出皇位 他也不会对自己的侄子下手 在攻打南京进入宫中时 朱棣下令不随意进宫 只是想逼退朱允文交出皇位 他只想名正言顺地登基 不想背负着阴谋篡位的马鸣 也不想让后世诟病 使他杀掉了朱允文 背负杀害自己侄子的罪名 但是呢 朱允文的下落却成为了历史之谜 在朱棣登基之后 就以朱允文被烧死宣告天下 但是 朱棣一直私下四处寻找朱允文 他只要能清楚地知道 朱允文是死是活 他就能够安心地继位 为此他还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去寻找 这导致民间关于朱允文的传言 也越来越多 这个千年谜团 在后世的几百年中 世人一直都在寻找答案 第一种说法呢 是朱允文自分而死 朱允文在国破人亡之际 愧对黄爷爷朱元璋所托付给自己的重任 无法再控制江山设计 战役局面已经达到了不可逆转的局面 为了不被朱棣活捉折磨 他被迫选择自杀 打算放火烧工 然后自焚在这场火灾中 后来在朱棣感到之际 虽然他分不清火海中的尸体 是不是朱允文 但是呢 还是选择将朱允文厚葬了 如果建文帝朱允文没有神秘失踪 那么朱棣会不会放过他 第二种说法呀 是朱允文出家 出家的说法一直被认为是最合理的说法 朱元璋最初还是乞丐的时候 他经常吃不饱穿不暖 因此时常躲在寺庙中偷吃点供品 而他也不是每个寺庙都能进去 因为他处在乞丐中最底层的地位 所以好点的寺庙以及食物他都轮不上 只能捡点其他乞丐抢完 所剩的一点垃圾吃 因此 在朱元璋当皇帝的时候 他动用很多人力物资修建寺庙 因此很多人揣测 建文帝在静难之一后 选择溜出皇宫出家为僧 而在史书明史中也曾记载 霍云帝出王为僧 因此推测 朱允文受朱元璋的熏陶 隐姓埋名选择在寺庙中度过余生 但是也有争议说 若在寺庙中 那么明成祖朱棣耗费那么多心血 也不可能找不到朱允文 当然了 这只是其中揣测的一种 第三种说法是明成祖朱棣所寻找的真相 说的是建文帝丢了江山后 选择归隐山林 建文帝能够在众多兵力下逃出皇宫 还能消失不见 凭他自己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太可能的 肯定是在很多亲信的帮助下逃离的 于是朱棣表面上是办理朝政 实际是顺着线索继续追寻 但他也确实做出了一系列的朝政 例如正和下西洋 以及对外交易 以及边境的朝贡税收等 不久后就有人禀报朱棣 曾看见朱允文穿着僧服逃走了 而与朱允文相近的主路僧就只有普洽 于是逼问普洽 但是普洽即使在严刑拷打之下 也是全然不知 不知是不知道还是不肯说 但是 关于朱允文 朱棣是铁了心要寻找清楚 也因为朱棣的坚持 除了普洽 还有无数人蒙冤 无数人被莫名判刑 朱棣的搜寻 还是一直都没有停止 史书曾记载 朱棣派的特工胡盈 胡盈似乎弄清楚了当年的情况 但是书中并没有过多的描述 在明朝那些事的书中 曾经推测 朱允文和朱棣相斗了二十几年 双方都已经筋疲力尽了 于是朱允文选择归隐 从此不再打扰皇宫朝政之事 只盼着朱棣能够当个好皇帝 而朱棣知道建文帝下落后 便不再寻找 满足他当一位普通老百姓 平静的过好余生 虽然这是历史上认为很可靠的说法 但是帝王之家的腥风血雨 是不会这么简单平静的 背后的真相究竟是怎么样 我没有无从得知 只能凭着一些简短的历史讯息 来进行推测 还有一种说法呢 是朱允文已经逃亡海外 而朱棣派遣郑和夏西洋 明面上对外贸易交流 实际呢 是去寻找朱允文 建文帝的下落之谜 有着无数种说法 你还知道哪些版本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喜欢我们的视频 多多转发点赞哦